大家好 我是大羊長狗的導演Sasha 竹子嫣 如果只能拍一部電影 我會拍大羊長狗的最大原因是 如果要做一部電影 我希望可以做一部電影最大難度 我覺得這個劇本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它是由童年 青春 成人去講 一對姐妹的整個成長 整個人生 講演員之多 兩姐妹是六個演員去演 然後父母也是要挑戰 整個電影都要講湖南話 還有年代電影 我覺得它的複雜性是我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它很有挑戰性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青春成長電影 無論它是多商業也好 還是多人類電影 我全部都會看 但我沒有一部 我覺得可以蓋過一個女生的變化 抽絲薄餡地由它童年到青春到成人 但這部電影又有自傳式的東西 即是講自己的故事 加上我最熟悉的Coming of Age的題材 我有信心是可以做得很好 我自己有趕快這個作品 我一直都有期限 很希望我在30歲之前 可以拍完我人生第一部長片 然後我也對自己有要求 就是希望自己快點拍到三部長片 我才覺得自己是導演 我是19年暑假寫完這個劇本 我很想2020年拍到 但是疫情了 拍不到 所以最後我基本上 真的完整個直播之前的每一天 每一個晚上 我都是在想這部電影 支持我去拍這部電影 最大的決心就是我自己 是一個很推動自己的人 其實我之前自己拍的短片裡 都是我自己演的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件事 是因為喜歡演戲 但是我又不甘心做演員 我喜歡作主 我喜歡劇本也是我自己 而且我喜歡自己導自己 我當時會覺得 應該會有很多人不喜歡 同一時間也會想 但這件事對我來說 是不是我真的最想做的事情 我是 而且身邊有下方 我沒有做到會不會後悔呢 我覺得會的 所以我就會決定 我又覺得自己的能力是做到的 所以我就高位每天去做這件事 所以現場的時候 4個踢 最多5個踢以內 我就一定會完 因為我要演 再看 playback 其實是雙倍了的時間 所以我的踢數是很有限的 所以演完的時候 我就真的很在家裡 可能我會去鏡鏡練習等等 所以到現場 我很快就可以進入狀態 我是5、6歲來香港 我覺得 我最深刻的是 香港是一個很有格式的地方 很有規矩 大家很怕犯規 或者跟其他人不同 我是很守規 你給了我 我真的馬上 一定會在前面說到給你 然後我每天 他在說12個小時 我真的在12個小時 拍完所有的事情 我是沒有超過時的 因為我的時間管理上 是很嚴謹的 我對自己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緊張的預算 我都可以完成這麼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內裡的反叛 不在於這麼表面的規矩 譬如電影 這是我執著的事情 譬如有些人會覺得 你也是新導演 你不要找新攝影 這些我就會覺得 哪裡來的規矩 還有有些可能會說 你拍攝這個鏡頭 一開始要先看到環境 我又會覺得 這些是什麼電影學員 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藝術的事情 是沒有規矩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電影 我喜歡得文學 就是因為它沒有道德可言 天馬行空的地方 沒有規矩 我相信是有的 是困難一點 但演唱的就是因為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才會成為一個祝福